哈囉,我是全片雀屏 相信各位應該有使用過便利貼的經驗吧 沒有的人你今天跑進來看幹嘛的 另外一種呢,就是 如果你家的會計小姐是屬於客家人協同的 跟你講說 啊,你們家有這種廢紙、裁切、裁一裁 就可以當便條紙的人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因為我有遇過這種會計小姐 沒有關係,我們不要理她啊 我們不要理她啊 不要踢他們的 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TEMPO最近有新出了這個 呃,可能已經出了一段時間啦 可思虛線六種便利貼 我們最容易在書局買到的就是N次貼 或者是實驗便條紙嘛 這種便條紙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你撕下來貼在我們的本子上 時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翹起來 它有一邊會翹翹的 當然有網友跟我講啦 其實它有一個正確的撕取動作 這樣子他們就不會翹了 看你以為每個人都跟你NPI99 這麼有水質、這麼有姿勢 直到這個方向要這樣吃就不會翹起來了 大家都笨蛋好不好 大部分人都是笨蛋 這個TEMPO便利貼 完全就能夠改善大家煩惱的 會翹翹的問題了 它整面都是貼紙喔 整面 我沒有騙你,整面完全是服貼的 你整面撕下來 你整面撕下來再貼上去 你整面撕下來再貼上去 完全服貼 你要翹的話頂多就是它上面這個地方會這樣給你稍微的翹起來吧 除此之外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啊 如果說這樣子的產品 它只有那個小企鵝的頭 這個小小的部分會翹以外 其他它整個肚子的部分都不會翹你 你不覺得它很優秀很厲害嗎 再來 再來 我知道你們想要問什麼 卻憑我呢 就是一個爸媽已經習得無助感了 知道我很常跑出去玩 尤其是去日本 看到這種便利貼 啊可愛啊 就想買的 這種的便利貼跟Muji的價格是一樣的 這種的便利貼 一張是三塊錢 一張是三塊錢 3M的一張 你如果寫錯了 這樣子撕起來的那一個瞬間 你的口袋會損失了0.5塊錢 我幫你算過了 那TEMPO這一次出的可思是 圖案有這麼多種便利貼 它的一張價格到底是多少呢 0.73塊 只要0.73而已 它只有貴 3M的0.23 說真的啊 我替他們公司的設計專員感到很難的 你知道嗎 同時之間解決 我們可能會很boring的一直看到同一個圖案 直到他們用完為止 所以他們設計的你可以每次撕都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心情 再加上 他又很貼心替人家著想的 做了這個整面 整面都可以完全服貼的設計 然後他們的團隊 你老闆只有給他們 0.23 台灣人員工不值錢啊 那種心情的焦慮了 你知道嗎 我給我們自己的工務生的薪水都很高了 我覺得這種 對我真心的感到同情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這種聯名的情懷的話 要不要考慮去文具店看到他們的時候買一個 贊助一下他們呢 我剛剛撕下來過的 算起來大概是在60張到61張 他只賣不到45塊耶 你是不是應該要贊助一下呢 你說是不是呢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集了 感謝台灣目前的零確診狀況是非常非常穩定的 我終於可以開始好好的逛文具店了 如果有看到各種更有趣的東西 再回報跟大家說了 那就這樣啦 好啦我們下次再見囉 加勒